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正常發揮頻道召集義勇軍 一起加入 時常發揮的支持力量 正常發揮的最佳觀眾 如常發揮的忠實粉絲 超常發揮的鐵桿盟友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一起召集親吻好友加入 成為正常發揮各級堅強的鐵桿盟友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 不會被消失 這是一種特殊的宣傳 本來是習近平是美國人最討厭的 所以現在變成普丁了 那就是創造一個新的敵人 創造一個目標 然後大家追著他 那這個就等於間接在幫拜登 因為拜登是在對抗普丁 然後當你對抗那個人是最 被最討厭的 民進黨當時沒有很差 可是為什麼2018 反對民進黨就是變成最大黨 所以當你最討厭那個人的時候 然後你 大家最討厭他 然後我是在跟他對抗 大家就喜歡我了 我的支持度就 因為我等於幫你們在做事 你不要喜歡我 我們一起討厭他 這樣就對了 這是高大的行銷 那剛剛拜登 你剛剛講拜登這個 其實一月份 很多觀察家都認為 他可能跛腳了 為什麼 因為其中選舉過了以後 恐怕國會會失守 那民主黨可能保不住 所以這一次的烏厄 我們就講誰是最大的贏家 美國是最大的贏家 波蘭捷克跟那個斯洛威尼亞 波蘭跟捷克是北約東擴第一批入伍生 1999年 那就波蘭捷克還有匈牙利 這三個國家是第一批 在北約東擴 那斯洛威尼亞大概就是 2004年 他是第二批加入的 你說誰最不願意看到這個 其實沒有人 你說歐盟他們不願意看到 今天這個局面 他們去了以後 能夠趕快 拜登今天就是把整個 他挑起了 他的大戰略 其實不是只有普丁 因為他也知道 在這個戰場上面 烏克蘭是打不贏 可是我讓你脫 不是要脫垮普丁 他脫不垮普丁的政權 那我讓你在災後重建 你會困在這裡 最少十年 五年十年 尤其是整個經濟的受損 那歐盟 我們剛剛講拜登 他第一個 他已經獲利了 他的滿意度上升 第二個 美國的經濟利益 他是崛起最多的 就是說整個歐盟的能源 最後很大的一個批量 會改向美國來採購 那當然德國他希望能夠維持一部分的 繼續跟俄羅斯採購 受傷最重的是誰 是烏克蘭 因為烏克蘭本來他的瓦斯管 不管你北溪二號運作不運作 就一號二號都運作 他每一年經過他的管線 輸出的油氣 他最少還夠幾十億的美金收入 所以烏克蘭這個等於全部掛了 那因為第一個降了這個採購量 所以歐盟這一些的經濟利益會轉移到美國的身上 可是為什麼他要去挑弄中國 就挑弄你中國就是以美國現在的實力 就是我搞定你 其實拜登跟川普在選的時候 他就已經 他的對手他就鎖定普丁了 所以到現在 你在兩年後來看 看到這個局面 也沒有什麼意外 可是拜登跟美國現在的戰略 不是只搞普丁了 他就是搞你中國大陸跟普丁 你們合起來 我也無所謂 就當你萬一你合起來了 我就來一個新的冷戰 就新冷戰時期 剛好 中國的崛起 現在的崛起 所以為什麼大陸的領導人 你看看他們對這個事情是相當慎重 他任何要出手是很相當的慎重 所以現在他挺普丁 也不是 不挺普丁 就是他要拿捏得很謹慎 對 他其實現在有點卡 他最怕就真的被老美逼到結盟了 正式一結盟 以美國現在跟中俄的實力 就他還可以給你玩 玩冷 新冷戰時期 我跟你講他還可以玩死你 美國是已經算得很細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整個烏克蘭這個戰爭 受傷最重就是烏克蘭 第一個他經濟垮了 所以你剛剛講說 誰不願意看到這個 因為拜登要你撤了以後 不管你何談 怎麼談 你都要保存原有的戰力 這是美國人一貫用的計量嗎 你看我們兩岸 1949年我們中華民國撤到台灣台澎金碼 我們分類了幾年 到今年73年 不是五年十年 所以你烏克蘭一搞 我跟你講他不斷的支援你 他永遠回不去了 然後我給你錢就給你兩億 再給你兩億 美金喔 然後再給你三億 然後再給你武器 讓你贏不了 但可以撐下去 吃不死還賭不肥 對對對 賭不死還吃不肥 餓不死 可是你也不會怕 你可以幫他在那邊做很多事情 他也不希望你壯大 他也不希望你贏 他也不希望你會贏 那你這麼一拖 就把普丁拖在這個東歐這個戰場 所以大陸現在對於這個 為什麼他的發言人 你不要激心叵測 他很快就回應你 抹黑造謠 因為美國不斷逼逼逼 然後想要塑造這個輿論說 你看就是你中國在支持普丁 因為他已經塑造成普丁是最被討厭的 然後我在對抗最被討厭的 然後你跟他站在一起 我跟你講 這個國際輿論就變成形成 所以整個我們在台灣 我有很多訊息 我們都不想在我們的媒體上談 為什麼 我們怕這台又去找收他 沒有啦 又收 因為太多來自英美的訊息 其實都是加工過的 那我們要跟來賓報告 就是說我們從其他管道 那我們分析以後 這些來賓就是這樣 他們都看過了以後 然後再跟大家報告 不要亂亂對他們去拍亂 烏克蘭 這個設計就是說他今天 他如果把美國當好朋友好兄弟 今天不會這樣 問題是他認了他當乾爹 最後認了變親爹 然後愛打 上陣愛打以後打電話給爸爸 爸爸叫你先跑再說 給他 烏克蘭的 所以我不斷用 俄烏的戰爭 我們不斷在呼籲蔡總統 其實 不管我們理念同不同 但我們同在一條船上 就在中華民國 在這塊土地上 你當打到 你當人家馬前竹 不管你打贏打輸 都是慘 慘敗或慘勝的時候 你再要妥協 我們已經付出 很大很大的代價 那為什麼你不能在這個時候 你就有智慧的去 兩岸之間直接談判 為什麼非得要先打幾個飛彈以後 開了幾槍以後 死了幾個 死了人以後 那死了多少人 你承擔得起 你才要談嗎 對 其實沒錯 那所以兩岸的領導人 其實他三之死 從這個烏克蘭的事件 其實也給北京的習近平 跟台灣的蔡英文 其實你們晚上睡覺的時候 其實都可以想一下 為什麼不能談 抱著貓的時候想一下 其實你談 不管你談得怎麼樣 你還有民進黨在監督你 還有全民在監督你 還有在野黨在監督你 也不是你談了 我們就是照單全收 不會的 你談完了 還要經過國會 還要經過人民護決 所以這個也不是 一年兩年可以談成 你談可以談多久 你這一談 我跟你講 整個東歐的緊張局勢 會被你們這一談 疏解一半 你們都不必去介入烏克蘭 你只要兩岸坐下來一談 我跟你講 那整個鬆 就是和平的氣氛 一出來 就會影響到烏克蘭 烏克蘭的決起會因為 蔡總統你跟習近平這一談 所以如果你願意做 你真的是有機會拿和平獎 那因為我們是苦民所苦 我們是真的為這塊土地 那麼多人 每天停電 每天買吃不起雞蛋 那你們每天都在想支援誰 然後再操弄兩岸 挑釁對方 沒有意義 其實你再看看美國對烏克蘭 我們不斷講 今日烏克蘭跟明日台灣 我們並不是講 烏克蘭跟我們是一模一樣 我們是講那個形勢 跟局的行程 最後如果我們也是被人家操弄 最後我們提槍上陣 打了 不管對方鼻青連腫 你總要付出代價 當付出代價 不是我們承受得起的時候 最後城下之猛 我們逼你談 那個談有尊嚴嗎 那個談你會談得比較快樂嗎 如果你現在要談 我跟你講 你的 你得到了榮耀 一定會比馬前總統 跟習近平在新加坡 我有去 你不知道 一定會比那個更有榮耀 你 LA不會說 有這麼多小人 你什麼事情 你不可以說